飛機向前滑行穿過水霧 日本航空台日航線開航65週年 特別調來世博彩繪機祝賀 航班從嵩山飛往羽田 座位九成五滿 不少旅客可是衝著日航來的航空迷 因為自己本身是日航粉絲 那知道說今天會是這一班 飛機人就特別買今天的機票來搭乘 自己跟先生是搭乘日航認識的 對 日航其實是我們的貴人 三代空服人制服一字排開 日航深耕台灣市場65年 嵩山陶機直飛航點 包含東京羽田 成田及大阪加班機 今年6月定期航線 載客率都達到8成以上 以後台灣赴日旅客迅速復蘇 預估今年就會超過2019年 達到550萬人次 國人愛去日本日航的競爭力 來自轉機 特にまだ台灣の航空会社が 乗り入れてないところとしては 北海道でも4地点ありますし 東北でも3地点ぐらいありますので 特に北米にお迎えになる お客様も結構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二線城市越來越夯看看 國籍航空航點布局 長榮有仙台小松及松山 花航直飛雄本福岡跟高松 新宇則有名古屋 相較之下日航在台日航線上 直飛點雖然只有三個 但旅客要透過轉機去哪個城市 日航通通能滿足 甚至轉機時間拉長 旅客還能一張機票 玩遍兩個城市 日航以後不缺工但缺機 南部鄉親敲碗三年多的小港 城田航線何時能復飛 恐怕只能等到2030年再看看 明日宣布局長 北谭俊豪 台北報導